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块土地就一直是属于俄罗斯的 这个说法基本是跟今天中共的爱国主义的说法 大家都是一脉相承的 但今天的社会是这么的社会 这个环境又是这个环境 对吧 那西方社会对它的反应很直接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说 你西方再怎么反应 人家就是爷们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它也反映出那些爱国主义的本身的做法当中的 某些非常卑劣的地方 它其实真正顾忌的 确实顾忌到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出海口问题 因为那东西 它就把出海口就立刻就给掐死了 黑海舰队就等于没了 消失了 你从这点上说 他无论如何要拿下这块地方 这是肯定的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点上说呢 这就是我说的 今天的年代不是那个年代 一个大男人在那光着板几尿 身为总统 然后去说我多爷们 动物世界 那如果大的环境改变 当人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习以为常的时候 人们就会认为这是正常的 在中国 在北京 在大的城市据说呢 这个武警拿持枪巡逻呢 将成为常态 而这个常态跟雾霾是共同伴随在一起的 雾霾是一种灾害性的天气 如果武警拿着枪 核枪时代成为常态的话 那在社会的层面 它同样是灾害性的环境 而这雾霾这词 PM2.5 引进中国的这个人 罗家辉 可以已经回美国了 辞职了 你爱咋咋跟我没关系 他是这么个态者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这么说的 日常生活中的灾难 他讲 中国很多大都市都笼罩在雾霾之下 难得一之保 星期一发表的文章讲 在当今的网络信息年代 北京除了扭转政策 别无选择 这个话说的意思就是 这样的事情是你一手造成的 当你一手造成之后 你想改变它 你想还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如何 不太可能 文章讲 屏幕上显示着目前的空气污染指数 它意味着肺部的刺痛 意味着只能看几米 意味着疾病 意味着过早死亡 这是中国日常生活中的灾难 我觉得这词反过来说 这是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常态 这是我们真正的生活 我觉得这就 你从这点说 你就意味着这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之所在 而他麻烦就是当一个人 一群人 一个政体 长时间在这个环境之下 这么生存的时候 他看事情的态度就会改变 文章还提到说 然而中国过去的一年里破纪录的雾霾 让中产阶级不禁开始思考 世界气候环保者也寄希望于此 人们虽然想通过过滤区来改善空气质量 但净化空气最快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减少整体的污染 我觉得减少煤炭也好 减少这个也好 减少那个也好 这是我们从现实的层面去说的 而在我的个人的理解呢 我依然坚持这点 其实今天的雾霾在很大程度上 不是今天人们所想象的呀 对吧 这就是我说的 雾霾吹着哨一块 哥们一块来 全国范围内都来了 说一块走 全走了 你以为那是38军呢 不是这么回事 但它为什么现象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 大家要换个脑袋去想 比什么都强 文章又提到说 然而对于中共而言 与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做斗争 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尝试 那我自己的说法呢 我曾经跟大家引述过那么一个概念 东莞扫黄了对吧 东莞没扫黄的时候 去过东莞的人 你到了那个氛围 晚上你到了那个氛围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哪儿都是你 哪个女孩子都是你猎取的对象 如果你要去淘气的话 我说的什么意思了 那么一群人 他都在操守着皮肉生意 都在做着同样事情的时候 在他周围的氛围 就是这么个氛围 周围的氛围 就是这么个氛围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顺者昌逆着王 顺者王后 败者寇 人们都是为了占有 而尽其之所能 而人们都感叹丧失的呢 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而人们都在利用别人对自己的信任 在欺骗着对方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甚至获取自己的利益 但又期盼着别人对自己信 怕自己被伤害 大家想想 当整体都是这么个氛围的话 有些事情就会应景的出现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到三里屯酒吧街 你感受一下什么样 你会整个的氛围是那个酒吧的氛围 就像空气的粒子都是那样 对不对 大家想过吗 整体的人群的共同的想法 共同内在的思考 共同的兴趣所向 就可以影响到你周围的整个环境 习近平开完两会到河南去了 而据说是因为祖籍上 他应该是陕西人 但同时他的母亲又是河南人 所以有一个说法 说等于是回老家 可是苹果日报写了篇评论 这个评论就变成了说 习近平回老家自己都很尴尬 这个尴尬是现实的环境给他造成的 这个体制给习近平自身造成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习近平怕了祖家的官 习近平到了河南开封 却没去拜见包公祠 反而去了交易路的纪念馆 让人不解的是 两任河南省的省委书记 都公开打了习近平的脸 习近平在人大政协结束之后 匆匆忙忙跑到河南 而当地的传媒还要事先张扬 似乎习近平怕了祖家的父母官 他这里主要是提到的两件事情了 他说 一个习近平废除了劳教制度 这是在习近平主政之后 一大德政 一大功德 但是在郑州本身就不给习近平的面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个 刚刚成立的非正常上访训诫中心 对上访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训诫 警告和劝导 吃喝拉撒都在一个房间里 房间里没有床 直接睡在水泥地上 比当年的劳教所还邪恶 他说 第二个就是河南 迄今并没有就平坟事件和训诫中心事件追责 河南曾经为了大面积的获得土地 而供给官员贩卖 把人家老百姓的祖坟都给平了 相反的 却把习近平家里的祖坟重新塑造得非常漂亮 所以就造成了民间老百姓把怨气放在了习近平身上 刘尽图的案子呢 跟原来新闻媒体人在香港被被这种恐吓被殴打呢 有着本质的不同 那与刘尽图案有关的人被抓了 据说现在应该抓到17个 11个 应该是被抓了11个 那与此同时呢 两个凶手逃到大陆的藏在了东莞 而已经被东莞的警方呢 把这两个人引渡到香港去了 而法广有篇报道直接是这么说的 港警把明报前老总被斩案与新闻工作脱钩 遭到质疑 与刘尽图被砍伤的有关的两名疑犯 已经移交香港 这是17号 而警方今天带着两名疑犯回到斩人现场 重组案情 但是警方在新闻稿中却重申 没有直接证据显示案件与新闻工作有关 有关说法惹来了香港记者协会和相关关注组的批评 警务处长曾伟雄一直拒绝就刘尽图 是否已向警方录取口供做出澄清 令人质疑警方是否有意误导市民 我跟我早跟大家分析过刘尽图的事情 他自身早已经从明报的总编辑的位置上下来 而在他被宣布从总编的位置拿下这件事情上 在香港的媒体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直接影响到香港的新闻自由问题 言论自由问题 但是香港的新闻界无论怎么做都没能阻止明报 把刘尽图从这个位置拿下来 在他位置已经下来之后出现了这件事情 那刘尽图自身已经没有 不是一个直接的新闻工作者 他自身的唯一的价值 就是在香港整个所有的人和媒体人 他把他曾经作为新闻事件的中心点 而他被砍杀 就会造成他的新闻事件的中心点的位置 以一种爆炸的方式 激化整个香港民间 对香港本身政权的这种反抗 表面看起来是民间的 实际真正的概念 是中南海内部的打斗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